纵观历史长河,每一个国家的独立都非常艰辛,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独立都有意义,也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独立都是正确的。 就比如说蒙古国,蒙古国本来属于中国的一部分,但由于当年,蒙古国强烈要求独立,最终他们成功地分离了出去,形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,但是蒙古国现在发展好吗? 众所周知,蒙古国现在负债累累,经济十分匮乏,而再看看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军事实力也位居世界前略,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欺负我们,不知道蒙古国的人民现在看到,曾经是自己的祖国,发展得这么强大。 有何想法呢?其实除了蒙古国以外,还有一个国家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,这个国家身处非洲,他们就是南非旁边的一个国家,名叫赖索托,这个国家是非洲南部的一个内陆国,75%的国土,是山地和丘陵,只有27%是适合耕种的平原和河谷。 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国家,由于这个国家大部分都是山地,所以开采矿产非常困难,最终导致他们的支柱型产业,只能是开采钻石。 刚刚已经说过了,他们只有27%的土地适合耕种。 这样一来,他们的耕种面积,连自己国家人口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。 他们旁边就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南非。 南非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,拥有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,以及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。 如果赖索托选择依附于南非的话,现在绝对是另一番景象。 不过英国殖民者当年走的时候,对赖索托提出了两种发展建议。 第一种就是并入南非,第二种则是走向独立。 这个国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斗上独立道路,结果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,今后发展国家的艰辛,也没有能力将这个国家发展得更加强大。 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今后会成为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。 同时还是非洲艾滋病,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。 不过大家千万不要以为,南非会因为这个国家,没有病就欺负他们。 南非后续还对此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基础建设援助。 现在的赖索托,只能够勉强地依靠国际社会的援助,维持正常的生活。